有一种菩提心很容易 容易 我们不相信 我们也从来没有真正认识它 所以当面错过 那是什么菩提心 净土宗里面讲的发菩提心 这个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跟这个结合起来 专念念什么 就念这句佛号 阿弥陀佛 或者是 南无阿弥陀佛 佛法 重是知 不重现实 南无是恭敬的意思 是闺蜜的意思 阿弥陀佛才是佛号 支持名号 四个字就够了 南无是客气话 佛法里头不重视这句客气话 重视实质 所以 有许多人呢 支持名号 只念四个字 阿弥陀佛 这对的 可以的 足师大德 他们自己念佛 念四个字 劝别人 念六个字 这里都有什么差别 念六个字就是 归一阿弥陀佛 归命阿弥陀佛 跟阿弥陀佛结个月 自己还不想去 这世界不错 还留念 不是真想去 就念六个字 真真想去 南无是客气话 不必要了 所以 连连迟 偶也大死 他们都是念 四个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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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念相续 不间断了 我们要明白 个道理 为什么叫你念六个字 你没有意思去 你这个世界放不下 给阿弥陀佛 结个法语 恭敬阿弥陀佛 礼拜阿弥陀佛 称赞阿弥陀佛 都是说有客气话 不能不知道 观音实质 是阿弥陀佛的帮手 帮助阿弥陀佛 借引众生 教化众生 尤其 这两位菩萨 跟我们这个地球 有特别的缘分 他们曾经在这个地区 住过一段时期 渡了很多众生 到极乐界去 特别缘分 收破世界众生 尤其对观世音菩萨 好像有一种 亲情在里头 我们用事法的做比喻 所以在中国 谚语有所谓 家家观世音 呼呼弥陀佛 西方三神 跟着你发音 无比的殊胜